飛機師地齊骨軍,皮革關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自業官居,樓上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來到投資有道的時間,先介紹一下嘉賓 身邊有iBroker Power 現在在投資培訓中心的總裁謝惠行 早上,謝Sir 你好 其實回顧今天星期的視線 好 其實大家的焦點都是剛剛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沒錯 還有這個週末的美國分別零售銷售 而今天也很重要,Cyber Monday 沒錯 今天來的,如果大家等到減價 如果去不到出去買 就很多時候等到今天的大減價 其實呢,影韋希 你也知道 你整天都在看著有什麼便宜 現在很多時候那些人上班 有些時候放回去網上購物 那待會我們下一個環節 分析一下,為什麼這個禮拜一這麼重要的數據 怎麼會影響後市 未來的三個月,好嗎 好的,沒錯 還有看回這個星期 在這個數據方面 特別大家要留意著 星期四和星期五方面 美國都會公佈一些很重要的特別的就業方面 在星期五呢 有這個非同業績位的數據 我相信 就是出來的數字 都會對大市有些指標作用 另外呢,就是說 在一些企業業績方面 在我們加拿大呢 這個星期呢 也都是六大銀行 其中五間都會 今天星期出業績的 就是這個第四季業績 究竟呢 他的銀行方面 那些表現如何 大家都是要留意著 小姐Sir,不如和我們做一些技術分析 先看看 現在那個標普方面 和我們多倫多方面的情況 其實上個星期來講 我們都看到 其實都不是很多很好的 政治上面的分析 或者數據出來 比如說南北韓的局勢緊張 跟著愛爾蘭那邊 也未明亮 其實在我們來看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 應該有下跌的空間 但如果你看到圖來講 上個星期其實都站得挺穩的 看到一個圖下去一段時候 上個星期上落上落 徘徊在五十天線那裡 那裡 藍色的線就是我們所說的 五十天支持位 在這個這麼短的站裡面 五天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很窄幅的上落 但是只不過五十天 給了一個支持位的時候 如果跌不穿這個五十天線的時候 仍然是看好的 其實上個星期的數據出來 都不是說很差 因為失業數據 也都是有一點下跌的跡象 加上如果你說上個星期 那些南韓北韓這麼大件事 都沒有影響過大市 有一個下跌的空間 就是說現在來講 這個支持位仍然是保持著的 以後市來講 如果看今個星期的 零十月數據出來的時候 如果有好的一個業績 可能會繼續有一個大動上升的空間 還有可能也要看回一些數據 可能市場也有一些藉口 來到有些上落 是的 沒錯 再看多倫多方面的情況 好 其實多倫多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很明顯地 多倫多是上兩星期的時候 一接觸了這個五十平均線 已經有一個明顯的反彈了 比美國那個 是徘徊在五十線那裡 就差了一點點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好一點點 就是為什麼呢 它一碰了一點已經反彈上去了 為什麼這麼好呢 其實在我們的金方面 譬如我們能源類 以及金股類 其實在這段時候 都是一個很強勁的支持 就是說在黃金方面 去到一千三百五十元 都已經見到 下滴空間已經收窄了 而原油去到八十一元 八十二元 也都見到有一個承托率 就是說如果現在入冬的時候 加上天然氣的需求 冬天來計 天然氣 原油類都會用多了 變成了加拿大一個能源國家 也都對加拿大做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帶動火候 劉馬在技術上看過 不過似乎 市場仍然都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好像南北韓方面 南北韓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誰人真的喜歡 在打仗期間去入市 因為始終來計 在亞洲方面 現在中國出來 似乎有些參與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那邊的不穩定 會影響亞洲方面的增長 要影響到中國 一定會有一個特別大的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也會反映出加拿大 美國也會繼續 可能有一個 譬如說入口出口上的問題 還有看回 可能原本市場與其 這個南北韓的因素 那個影響力都沒有那麼長 不過現在似乎 那個影響都仍然在 大家都要留意著 仔細不如這樣 我們這個時候 休息一會兒去廣關 廣告師回來 和大家看看 美國方面的零售情況 好啊